黃毓民議員 黃毓民議員 主席 1938年的美國 仍然未走出1929年華爾街大崩潰所引起的經濟蕭條陰影 壽新階級生活非常困苦 但在工會和輿論的倡導之下 美國的國會通過了一項勞工公平標準法案 簡稱FISA 當時的羅斯福總統立即簽署成法馬上實行 這條法例除了規定最低工資的時薪之外 還同時規定每週最高工時的時數為四十小時 即是每個星期工作五日、每日工作八小時 香港和1938年的美國 那時的美國和香港現在的經濟狀況 局長你都不用我教你了 即是說很簡單的歷史 所以這個標準工時是保障勞工權益的一個必要的手段 但我們有最低工資就沒有標準工時 工會同時爭取的 所以有人說政府就說不要同時制定兩項法律 因為局長你講的 標準工時爭議性比較強 有什麼爭議性不強呢?哥哥 今天那條競爭條例草案 在立法會的爭議性就夠強 看那款政府都被迫要收回 哪條法律爭議性不強呢? 我們要為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去做事 政府是 當然有人不同意的 一有人不同意就叫爭議 那些工會都是的 收了你最低工資先 標準工時再談 為什麼當時不跟你一起談呢? 我又不知道 有些人可能覺得 收了一樣先 不就是這樣 又有機會讓你去拖 這些東西你就拖 是吧? 霸王硬上攻 闖撤立法的惡法 一個月之內就要搞定 什麼政府啊? 那些沒有爭議啊? 林瑞倫這個狗官說沒有爭議的 市民是不支持 不拘公投的 跟你剝奪別人的選舉的權利 狗不答白 這個政府真是殘暴不入 是嗎? 狗官這個字好像國後有一個判決 我想了解是不是這個議員是國後有判決 我們的議事規則 是認為議員的發言 是不應該對出席我們會議的官員 因為出席會議的官員和議員的地位是一樣的 是有一個冒犯性 除非我們現在有一個 有人提出 認為黃毓民議員的發言 是冒犯了我們的官員 所以我就不會制止他的發言 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就提出 因為我特別是為了不在場 更加需要一個正義的條件 如果這個字是國下認為 已經是不屬於一個可以接受的議員的話 不論在不在場都應該有人提出 主席我想澄清那個有關那個 黃毓民議員你可以坐下 有關那個議事規則的重點內容 我記憶沒錯 主席我要找回那個有關的 扶例和有關的條文 如果記憶沒錯 那個發言是針對在座的官員的主席 包括議員都是在內 所以如果不在座的 屬不屬於這個演繹 希望主席的解釋和解決 我們有關議會的用語 是有兩個方面的約制的 一個我們有所謂非議會的語言 就任何情況之下 如果那些語言是不適宜在一個會議裡面講的 就都不應該講的 不論是否針對任何人 另外一個就是議事規則也都規定議員的發言 是不能夠對其他的議員有個冒犯性 同時出席本會的官員 他所享有的權利 是跟議員完全一樣的 所以這個也都是引伸 到我們會議廳裡面的所有的官員 謝偉俊議員提出的這個要求 就是說認為我裁決王英文議員用的 剛才的發言是否違反了議事規則 我是需要再去研究一下 我現在要暫停會議 做個裁決 相關的議事規則呢 是第四十一條 這條 递結果 從 Sofia Wow 到尾稱 還有第十條 我讀一讀 第四十一條 括弧四 第四十一條 括弧四 凡對立法會議員使用冒犯性及侮辱性延遲 積屬不合乎規程 凡對立法會議員使用冒犯性及侮辱性延遲 積屬不合乎規程 這個是講對任何立法會議員 亦都沒有說過立法會議員是否一定要在籍的 總之對立法會議員使用冒犯性 或者侮辱性的延遲不合乎規程 議事規則第十條 括弧二 我們讀一讀 第十條 括弧二 說 官員就某事項列席會議時 就該事項而言 本議事規則對其適用 一如對立法會議員適用 即使這一條是講得很清楚的 如果說官員就某事項列席會議時 就該事項而言 就他為了事項列席的會議事項而言 這個議事規則對其適用 本議事規則對其適用 亦表示是四十一 四當然對其適用 這個適用於就某事項列席 這個會議廳 列席我們本會的會議的時候 剛才黃毓民議員所提及的那位官員 並不是正在列席本會的會議 所以議事規則對他不適用 我認為我們議事規則的這個規定 是在保障我們議員的言論的自由 和尊重我們出席會議的議員和官員之間 要拿一個平衡 按照現在我們議事規則的規定 黃毓民議員剛才發言的內容 並沒有違反議事規則 不過我認為我們的議員發言 其實亦都不需要一定要用一些 很有典選性的字眼 來形容一些官員才能表達到我們的意見 我建議大家盡量發揮自己的語言能力 避免使用這類的用詞 黃毓民議員請你繼續 主席對不起 我想澄清一件事 主席既然如果有關的官員不列席的話 通常意思就是說他所說的東西 其實是不關事的 議事規則41條1 也都議員發言不應該談那些事項 是跟那個議題無關的事項 如果是的話 如果剛才某人議員所針對的官員 是現在在設的官員 他講的事項應該會跟事項有關 但為何無緣無故扯上林水良局長 我就不明白 如果是41條1的話 等於他講話也都是outside scope 謝偉俊議員 我明白謝偉俊議員的專業在哪裏 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話 議員發言的時候 經常亦都會提及很多人物 並不是在我們會議廳裏面 而那些人物到底跟內容是否有直接關係呢 我相信沒有一個非常準確的標準去界定的 同樣的道理 就是我們為了要保障議員的那個言論的自由 我不認為我們可以有一些很嚴格的規定 說凡不在這個會議廳裡面的官員 他就一定跟我們現在討論的內容無關 所以他的大名我們一定不能提及 我不認為我們可以這樣做 所以我認為黃毓民議員是他可以繼續發言 黃毓民議員 多謝主席的英明裁決 其實真是有關的 是不是 因為你政府在標準公時那裡拖延立法 又打算不立法 但是有些法律政府呢 同樣是你這個團隊的 那些政府官員呢 就霸王硬上弓 快刀斬亂麻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他是極權主義的奴才 是不是 林遂論是極權主義 統治者的奴才和走狗 是不是 所以才會這樣做 對不對 有什麼問題啊 是不是 謝偉珍議員 馬上有二眼報 你的裁決是有二眼報 這個不是問題 這個你對我的評論 你說什麼都可以 演偶報啊 你咒我死都可以 沒有問題 是不是 但是我表演給你看 怎樣相關 是不是 主席訓事我們 用我們自己所能夠運用的詞彙 那我就用了 是不是 各之茅拆 極權主義者的幫兇 是不是 奴才中的奴才 為什麼不能說 我記得主席寫文章也說過這些 剛剛就好了 不說了 現在 說這個超市工作 是不是 就是 開會開得太悶了 都挺個人的 多謝謝偉俊 我也覺得很模糊 因為我們一個搞議會抗爭的人 我沒什麼所謂的 我們是接受主席的裁決 你都經常趴我走 是不是 那個是極型來的 現在連事務委員會主席都可以趴我走 大家不要忘記這件事 你說回現在我們的議題 不是 這是一個教育 議會政治是一個教育 主席 很多謝你 這個是一個教育 他插嘴 主席 請大家遵守議事規則 多謝你 不要緊的 大家拖一下也無所謂 四分多鐘 主席你補幾秒給我 是不是 關於這個標準工時的重要性 其實很多議員剛才都說過 我們針對的就是 就是說 現在 你沒有一個標準工時的立法 即使你有了最低工資 都是沒有用 因為很多人走一些法律的漏洞 是不是 令到很多勞工 他要超時工作 是不是 又扣這樣 又扣那樣 法律上 亦都對他沒有保障 是不是 老實說 大家不要忘記 有部份的工人 是被僱主強迫超時工作的 尤其是那些缺乏 以價能力 入息不高的基層工作的員工 是不是 另外譬如說 你那些經濟比較富裕的人 他是有能力的自由選擇 是否做一份時間比較長的工 但是那些基層勞工 找招不得晚的 他是沒有這個以價的能力 是不是 你不做 就沒有飯吃 是不是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他守庭就是口庭的 但是有些人沒有所謂 他有得選 就是超時工作 不但令到僱員的身心受損 剛才也提到 沒有時間陪家人 照顧不了子女 家裏又會出現很多問題 諸如此類 真的是這樣的 如果不是 人家就不會幾十年前 七八十年前 就已經有個標準工時 對不對 這個已經是 我們在這個議會裏面有很多支持工商界的議員 他就不會給你打開這個缺口 最低工資已經被你打開了 又整個標準工時還得了嗎 但是我們那些為基層為勞工界去爭取權益的同事 我想他們都應該繼續竊而不捨 是吧 就是要求政府 就這個標準工時 是要去立法的 是吧 不遲得的 其實我們當初的想法就是 我最多給一年的時間 是吧 你最低工資之後 一年你就要立法 標準工時 不是還可以拖的 是吧 就是剛才會發生的那些小插曲 就是 我覺得你雙重標準 你政府定的標準是很有問題的 是吧 就是有些法律 你就在這裏拖 是吧 有些法律 你就很快 又不經諮詢 就去做的 是吧 所以這個是代表這個政府 尤其是在現在還有一年的時間 就是希望你可以做一些好事 張建宗 對不對 就是在你任內 又有最低工資立法 又有標準工時立法 你都可以對你的後代 是吧 就是對你的下一代 你都有個交代 對不對 是不是 有什麼這麼困難 你告訴我 是吧 所以我們是希望政府真的 不要再拖延 是吧 因為這種拖延立法 真是不得人心 是吧 而且事實上 我們現在那個基層的生活 特別是勞工 是非常之辛苦的 是吧 希望政府一定要聽 就是我們立法會 就是我們立法會 是吧 尤其是我們為基層謀權益的 這些議員的建議 是我們要求的 為基層 有資格 做什麼 有資格 算是